傍晚的风吹来过回风和强 你出现就能把夜空点亮 不管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 我悄悄为他定美丽的妆 你的快乐是我唯一的能量 我希望每一秒远起慢慢 穿着净条细圈的情侣衣装 我们是行走的浪漫 让我待在你的身边 看星光点点 每一次呼吸都变甜 看着流星划过天边 我们许个愿 每天都有心动感觉 请不许个愿意 再来 我们许个愿意 来 这个叉有什么意思 好 表达 这叉有什么意思 或者是一对你 先做一叉 叉有什么意思 劝河的那些夫妻 那感情好啊 咱慢慢来 反正按照这个速度嘛 那也得猴年马月才能回到天界 我说 你好像很开心啊 你不开心吗 人间待得多有意思啊 我少了才回天界了 这神仙不用经历六道轮回之苦 待在人间要经历生老病死 你看这世间的人 个个都想飞生成仙 长生不老 他们啊 是没有经历过千年如一日的生活 总有东西比长生更重要 最好你再犯个错 再被打入凡间 这样咱们可永远待在凡间了 不然 你舍得上官眼拱手让人吗 当然不了 不过 这还得看她的意愿 这么大度啊 不是你说的吗 喜欢一个人 就要让她开心快乐 我现在也这么想 只要能让她开心快乐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吧 怎么这句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 让我起一身鸡皮疙瘩的 走 要不要 来 出公子 李公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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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长到你俩了 小姐跟静哥 被两个闹事的人 人大到衙门里去了 什么人 医局长就说不清楚 反正挺邪乎的 怎么个邪乎 带了一大镂孔蛤蜡 蛤蜡 大人 阿锦甘愿受罚 大人 我也愿意 娘 又来人了 娘 又是她 大人 就是她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和阿锦没有关系 是我为她打包不平 对对对 一人所为 好大胆的匡徒 给我拖下去 哪儿是板子 不是 我 都不用走个工厂的吗 你们至少让我多说几句啊 你们 你们放开我 我还没说完呢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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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啊 太胆大妄为了 本官呢 向来是 奋公守法 言语利己 从不寻思舞弊 今天这件事情 的确是 非常让人气愤的 擅闯民宅 肆意妄为 这样的人不达 怎么能出众呢 我死了她 如果对本案的审判没有什么其他意见的话 那就退堂吧 等等 又怎么了 大姐 大人 这擅闯民宅 着实可恶 可是 这个第一枚 它为了梅金 擅自泄露客人资料 找的人也根本不是良配 对 不惩罚 不足以 消灭行业乱象 来来来来来 她怎么又一套一套的 这个立条书 是怎么写的 大人 若是为了梅金 而胡编乱造 按律法也是要 帐行和罚金 更严重的 还要摘了招牌呢 这小雅也是我从小看到她的 这 这我 我也打不下去呀 大人 这岳阳城的孩子 有一半都是您看着长大的 您可不能 总是心慈手软哪 我的妈呀 我是第一枚的大掌柜 客户的信息泄露 实属我监管不力 如果要罚 罚我吧 有道理呀 第一枚 掌柜的监管不力 理该重罚 来人哪 给我拖下去 打二十大板 拖出去打呀 来人 放心 我没事 堂堂的眼广神又惊天 我突然觉得自己没这么疼 喂 听没听过移花接木啊 什么移花接木 谁干的错事 谁承担后果了 放开 怎么了 很疼吗 怎么打楚衣你一直叫呢 因为打在他身上 痛在我心里 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 你真的没事了 没事 我一点儿不疼 他没事儿 我有事儿 初衣哥哥 初衣哥哥 你怎么样啊 仙台业有没有为难你啊 您都受什么伤啊 跟我来 你 怎么了 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什么事儿跟我有关系啊 你怎么知道我们去见了仙台爷 就 他们都把癞蛤蟆放到人家屋里了 人家当然会报官了 那报了官你们当然会去供堂了 那你又怎么知道癞蛤蟆的事 你管那么多呢 你管那么多呢 你 你干嘛呀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就是这儿 我们找第一枚的上官医 找谁啊 跑个说法 我有办法 我看在你年纪还小 这次就不和你计较了 但如果你再做什么有损第一枚 或者小雅的事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看在你年纪还小 小雅小雅 又是小雅 天天为了个凡间的女人 跟我发脾气 哼 走着枪 你有没有觉得 在宫堂上 为你顶罪的男人 很有魅力啊 大人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这事和阿基没有关系 是我为他打包不平 嗯 这么一说 确实 虽然很木讷 但是关键时候 我总能挺身而出 像他这些粗鲁不堪的 谁敢要我 道歉 还挺讲义气 关键是 还很好看 是吗 这回解去啦 解去 好像是这样 阿静 我可能喜欢上厨业了 所以 你刚刚说的是 是厨业 还能是谁 那许大人呢 许大人怎么办 他不是你心心念念的 救命恩人吗 我现在想起当年那一幕 虽然看不起那个人的脸 但还是会很心动 但现在看见云川 我就觉得 我们应该是朋友 可以一起玩乐 就是没有 心动的感觉 心动的感觉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对 就是 你见不着他的时候 你会很想他 见到了 又觉得怎么见都不够 你看见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就会很生气 看见他 就会很开心 为什么我感觉 这种感觉 我好像也有过 你说什么 美美 我去找李福 这英雄救美 可真难哪 还没上药吧 没呢 快上药 这可是上好的精创药 放大就行了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我帮你 这样不太好 我自己来就行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你赶紧脱了吧 我帮你上药 这不行 这不行 你个大男人 磨磨叽叽像个什么呀 赶紧回来啊 我帮你上药吧 我不是故意的 你自己上药吧 心跳的感觉 心跳的感觉 就是你见不着她的时候 你会很想她 见到了又觉得怎么见都不够 你看见她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就会很生气 看见她就会很开心 事情我都听说了 既然被判停业两天 不妨我们就用这次机会 去周边林县看看 一呢 是了解当地婚俗 二呢 我们可以探查一下 各地的风土人情 这样的话 说不定能找到解决 因缘乱象的办法 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 临时起义我也没有做太周全的计划 但是 我写了计划书 可以过目一下 这处是附近的林寨 民风朴实 婚嫁风俗的话 大概也是比较传统 上下的一天 我们就可以在林寨游玩 这第二呢 是离岳阳城二十里水漏的乔镇 在那边啊 正在举行 祭和神的活动 十分热闹 而且海鲜啊 还特别好吃 第三处 是林寨的太郡 青山绿水 是观赏风景的最佳驱处 考察完 还有一点时间 这些地方 我们都可以去 我觉得这个不错 这个也很好 小时候和低迷去过 想再去看看 小雅想去哪儿 都没问题 不过 楚公子估计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了 周车劳顿 挨板子的伤还需要静养 你只能待在第一枚 真是可惜啊 可惜啊 真的太可惜了 那我就留下来第一枚陪楚夜哥哥吧 这样他就不会无聊了 好 不好 为什么啊 因为我有很多药物要和楚夜商量 而且 作为第一枚的大掌柜 竟然有这种机会 去体验别处的婚嫁风俗 不去 太可惜了 喂 楚夜哥哥才是第一枚的大掌柜 大掌柜都没说什么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还是说 你对我们大掌柜不满意 不愿意听他的 是让 喂 楚夜才是第一枚的大掌柜 大掌柜都没说话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行了 我身体无恙 去也无妨 好 那我也去 那一起喽 没想到太军离岳阳城这么近 和婚嫁风俗却穷人不同 小雅 我已经让人把此地特色的婚清物件 都送去第一枚了 太好了 谢谢你 云川 回城前 我们坐在这儿游玩休息一天吧 小雅 别动 水很深 我这儿来了 小雅 我这儿 我这儿有动了啊 小雅 我希望每一道眼前都慢 感情 真的很好 对啊 对啊 来 来 来 我们是行走的浪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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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不行啊 我都说过我行了 掉啊 掉呢 呼吸都变甜 感觉有心花过天边 我们许个远 我明明行的 每天都有心动感觉 感觉有心花过天边 我们许个远 每天都有心动感觉 你跟你说话 这是什么呀 这个啊 是我特意准备的 类似于酒令一样的东西 那怎么玩啊 它上面都有写内容 大家直接抽签就好了 那我先来 我先来 你们都是什么呀 有红色签掰手腕 红色 淑叶哥哥你是吗 你们两个啊 那 那好玩啊 好玩啊 你们快待 可是 我是个女孩子 肯定瞒不过你 笑颜 你放心 我知道女孩子力气巧 所以 我用一根手指跟你比 看着啊 这 你不行啊 谁说我不行的 我狠行的 再来一句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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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哥哥 你这次是什么 与蓝色千文共饮和景酒 蓝色是 和景酒是只有夫妻才能喝的啊 夫妻 不玩了不玩了 什么破游戏啊 这个上官呀 真是讨厌 怎么才能让他离楚夜哥哥远一点呢 我得想办法教训教训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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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儿 你看见我包袱了吗 我记得我放床上了 哦 我看到了 你的包袱在船上 你去看看吧 嗯 嗯 嗯 怎么会在这儿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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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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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呢 救命啊 我失了吧 你怎么喊主爷哥哥 都不会听到的 救命啊 主爷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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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爷 救命啊 救命啊 进 我给你们做点吃的 小雅呢 被我支走了 支走了 什么意思 她在小船上飘走了 她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那就算她自己倒霉了 你站住 我好不容易把她支走的 你干吗啊 她对楚夜哥哥有意思 你看不出来啊 楚夜哥哥也对她有意思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做 她就会回到你身边吗 我不管 她心里的人是谁 就算她最后选择的人不是我 我也绝对不可能做出 有可能伤害她的事 我实话告诉你啊 楚夜她是天上的神仙 仙凡恋是不被允许的 她们不可能在一起的 一派狐言 上官呀 上官呀 一个个就知道上官呀 气死我了 小雅呢 不知道 我问你 她人呢 她上了一条小船 然后飘走了 小船被我射了结解 你没那么容易找到她 我给你做了一碗冰糖雪梨 降火 谢谢啊 怎么样了 还疼吗 我已经好了 好了也得上药 等你吃完了我再走 你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我喜欢你 那个我 你不用回答我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你怎么知道 我选择我 这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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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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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雅 我在松東啊 不怕不怕不怕 別怕 我帶你去找地方避免 雅 微風吹過天天的花 垂溺出過時長的春夏 呼情不動 你我謝謝 你能否聽見我下 现在的天真奇怪 一会儿打雷 一会儿不打雷 一会儿下雨 一会儿不下雨 楚夜 你知道吗 今天早上特别奇怪 我就去船上捡个包袱的功夫 那个船一下就动了 吓死我了 而且越飘越远 我怎么叫都没人用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对了 你肚子饿不了 那我去给你找点吃的 你在这儿等我 自己小心 你再说 我看看你 我都不想你 你先帮我 你先帮我 你这儿呢 你先帮我 哪个地瓜 山上的路边捡到的 路边 这儿可都是石头 怎么可能有地瓜呀 这么多问题 吃不吃啊 当然吃了 看那针迹已经流淌 漫长有花 你把这个地瓜转一下 你再转一下 好了 差不多了 吃吧 谢谢 好香啊 好香啊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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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怎能不如我的花 你现在能够有我的话 小雅 找了一宿也没找到 肯定是出事了 在我们上岛前明明没有船了 楚瑜怎么能这么快找到小雅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他不是人 昨天来休期和离的夫妇一共有三对 休期待叛的夫妇一共有四对 还有两对有婚约的男女要解除婚约 公子 公子 你有没有觉得楚公子 我早就告诉过你 他不是人 你觉得 童儿说的是不是真的 若真像公子说的那样 我倒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啊 我跟你说过的话你都忘了是吧 你干什么呀 逃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会把别人置于危险之地 不就是一个凡人吗 你至于跟我这么大动干戈的吗 什么叫凡人 你视人命为草芥 难道你比凡人高贵吗 你就是喜欢上上官亚了对不对 你别忘了 你迟早是会回天上去的 你心里既挂着一个凡人 对他又有什么好处 我劝你管好你自己的心 你别忘了 是 你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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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 我都不就 你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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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看吗 好看 太好看了 你现在这样子出去 能迷倒一大帮男人 真的吗 当然啦 不信 你出去溜溜 你来找我什么事 我 我想清楚了 我要跟云川说 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现在心里已经有一种人了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那 我走了 我记得书里说过 神仙还是妖怪什么的 只要喝酒就能显原形 甚至飞天入地 刀枪不弱什么的 如果楚夜真的是神仙 总有一样可行吧 公子 我们不说这样了 我们不妨按照这个方法 试打一试 你这榆木疙瘩 居然还有派上幼城那一天 你派出忘了 你终究是要回天上去的 心里装着那个凡人 他能有什么好下场 我去找你 小雅不在这儿 我不是来找小雅的 我是来找你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想和你讨论讨论 这几个月 岳阳城对因缘乱象解决的初步情况 看我干吗 看我干吗 我是红蓝台玉石 你是第一枚大厂柜 还不能跟你讨论了 行 那你说吧 那个 天干地燥 这第一枚对厅堂 还有很多其他钥匙两毛 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不如咱们换个地方 边吃边聊 去哪儿 到我那儿 知道楚公子要来 特意让厨房备了韭菜 虽然这菜肴不多 但也是为你精心准备的 还有这个 这个 是上好的女儿红 好喝 不上头 公子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这瓶是水 对 楚公子这瓶是酒 而且这酒啊 是岳阳城里最烈的酒 普通人呢 连一壶都喝不了 若他是个神仙的话 怎么着 也得喝上个十壶八壶的吧 看得漂亮 来 我给楚公子买上 这瓶是个神仙的 为了岳阳城的姻缘 我先干杯 好酒啊 不错吧 来 楚公子 我们再来一杯 五花 楚公子 我们认识这么久 有没有好好喝过 来 再来一杯 等等 既然要谈事情 还是小卓唯一 就不要多喝了 喝了 才好谈事 来 出酒管事好久了 一点都不上头 钟公子 学长这么长 有那么烈吗 我们出去走走 去哪儿 你看 你 送你的 好看吗 好看 我说的是我 你要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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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嘴巴囤那么红 脸囤那么白 眉毛囤那么黑 你是要去唱戏吗 我觉得你平常的样子正常点 羊毛还有事 我先走了 这几天啊 真的是忙得不行 这一天天的 你们多吃点 多喝点 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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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快累吐气 我好看吗 怎么 怎么了 静哥 我是问你 我好看吗 好 好看 好看 就是有点凶 我的想法 跟他一样 我也是 这都半个时辰了 怎么 这家伙还没醒 别装了 差不多得了啊 别装了 蟲子 差不多得了啊 别装了 褲公子 起来吧 霓川 霓川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我也很感激你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两个更像是那种 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而不是情侣 太上瘾了 霓川 我觉得呢 我们两个可以成为那种 互相支撑的好朋友 而不是 你想的那种关系 好难啊 好难啊 云川呢 我觉得 我们两个 可以成为那种呢 这醒的时候 就讨尔宴 就睡着了 更讨尔宴 了 来 云川 你先更衣 沙哑 沙哑 小雅 是你的心情 让我确定 离不开你 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拼凑成感动浪漫的剧情 每一次为我紧张的表情 为我担心 你躲过那自己 每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 转连成点点滴滴的回忆 在你的过度里 可以任性的安心 我想我遇到你 就是最好的事情